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 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沛 我們趕快來介紹 今天棚內兩位非常活潑的 爸爸跟媽媽 首先介紹的是 徐小可 媽媽 我不是媽媽 我今天是 瓢蟲 妳好白喔 吵死了啦 妳真的為了贏負責手段耶 PK廚藝料理可以 但妳有沒有想過 對手如果是假組 就都發假組的 妳不可以假組的 然後跟贏組的穿插這樣 所以妳承認妳自己是贏嗎 我是賓組的 妳是賓組耶 那公平嗎 那我們就來介紹這一位呢 就是小可覺得 這是一場不公平比賽 不公平啊 這個假組的活潑爸爸 Jacko爸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料理爸爸 我跟你講做人 就是以料理的實力為主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也不要用什麼特別名號 我是機器人 拜託 偷給我一票 你好棒 偷給我一票 偷給我一票 拜託 拜託 今天我要是機器人出場 不是重點是 妳的廚藝有比他差那麼多嗎 偷我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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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有10票 覺得我高的話 我今天就開心 小朋友偷我一票 偷我一票 好熱啦 好熱啦 就很厲害耶 我知道他很厲害 但我不知道妳有差那麼多 妳上次有贏啊 就妳贏了耶 阿布太爛啦 妳老公沒來就這樣講他是不是 沒關係啦 假祖跟丁祖不重要 重要是小朋友要喜歡 然後營養的部分 我們也要照顧到 我們介紹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大家好 我好想遠離他們兩位 對 他們兩個 我跟你講他們兩個今天在棚內 會吵到翻天 比小朋友還要吵 對 認認真真做菜條 但是我跟你講 雖然今天是所謂的 假祖跟丁祖的對決 但我們今天的食材很特別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美食特派員 大凱為我們找到的什麼 是的 記者大凱今天來到了市東市場 市東市場傳統市場什麼好處 一應俱全 要什麼有什麼 而且我們今天 哇 起姊的套罩 我們就是來傳統市場闖一闖 馬上來到這一攤 哇賽 百貨攤厲害了 老闆娘 老闆妳好 妳好 我是大凱 你好阿長 嗨 老闆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冬天要到了嘛 而且越來越冷 冬天要吃什麼東西 能夠輸精活血補一下 老薑最好 老薑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人家都說 薑有老薑跟嫩薑嘛 對不對 老薑跟嫩薑到底要怎麼分比 它有分年次啊 有分年次 對 這幾年齒耶 這一年以上稱老薑 一年以上稱老薑 你種半年的時候稱粉薑 剛長出芽來那是嫩薑 就這個 這個是最嫩的小嫩薑 有沒有 在這邊 很小 這個是最嫩的 這個是嫩薑 對 然後這個都是已經 長成一年以上了 對 所以這是老薑 老薑能放 你買到粉薑的話 大概兩個禮拜 它就乾掉了 乾掉其實也不會壞掉 只是它的那個 水分不見了 水分不見了 然後再煸炒它的時候 變成香味出不來對不對 對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比如說 我們今天要來買老薑 我們要怎麼樣挑一個 好吃的老薑 你看它的 長的每一個你看 每一個都是直直長長胖胖的 有沒有 很均勻 對 有比較差的薑 它比較便宜的薑的話 就這樣子 喔 完完翹翹這樣子 對 有差別嗎 有有差很多 就是它的 等於說結成的這個 脂幹沒有那麼長就對了 對 那個就比較漂亮 所以我們要買 薑體完整的薑 叫做好薑 對 老薑就是我們台灣的人生 就是老薑有一個名字 叫做平民的人生 對不對 對 早上兩片薑的話 就像吃人生 輕微感冒都可以吃 如果喉嚨有痛的話 就不行 喉嚨花眼 對 因為吃薑 我們知道它是會發的 對不對 然後而且現在 在坊間上面 其實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品 都是薑的元素提煉出來 比如說洗髮精 可是你最好就是薑 直接吃 不要再去加 不要去提煉 因為薑的話會加東西 那你既然講得這麼好 我們剛剛在講說 薑是老的辣 為什麼老薑會辣 因為嫩薑的話水分多 嫩薑水分多 對 它比較不會那麼辣 所以剛剛那個就是老薑就炒 對 像粉 那個什麼 嫩薑的話 一般都是醃漬來吃 它不辣 你只要用鹽巴去 它的水去掉掉 在日本料理店有沒有 對 就是吃那個 撒西米會配的 對 壽司都會配 了解 那至於呢 薑要怎麼樣做一個好料理 薑切成七片就是 薑 怎麼煮 宜佩交給妳了 今天挑戰太大了 我們今天的食材竟然是薑 太可怕了 小朋友到底喜不喜歡吃薑 這就是跟就是你問外國人 喜不喜歡吃臭豆腐 絕大部分都會不喜歡 妳如果可以找到一個愛吃薑的小朋友 妳就可以找到一個獨角獸 不是 問題 不是 問題是大家 台灣人那麼愛吃薑母鴨 小朋友不吃薑母鴨 小朋友誰會吃薑母鴨 太成熟了吧 太成熟了 小朋友很好吃 太成熟了 不是… 那我講一個 那我講一個小朋友可能會喜歡的 燒酒雞是不是 燒酒雞 我們吃薑 薑 薑汁豆花 也不愛 只要把薑汁放前面就不行了 我唯一想到一個小朋友 絕對愛的薑 薑餅人 但它裡面沒有薑 薑餅人裡面沒有薑 我跟妳講 小朋友是賣吃糖 應該要不要吃薑糖 不要… 薑糖還好吧 不行 所以小朋友是真的都不喜歡薑 他就是… 他的味道就是算辣 他其實跟辣椒是花椒等好 他其實會吃完會說辣… 就不敢吃 真的喔 所以妳家小孩不吃薑 他很喜歡吃蛤蜊 我只要家裡面做蛤蜊 一定它全部掃光 有一次我就做了蛤蜊湯 而且都是那種很新鮮 大顆的蛤蜊 蛤蜊一定要加薑絲 對 然後一個想說 冬天很冷 然後加多一點薑絲 他喝完就說 媽媽為什麼妳要喝 煮辣的水給我喝 對… 那不是辣的水 那是蛤蜊湯 他就說不是那是辣的水 然後後來我就是真的減半 你甚至有的時候 放多一點點的蛤蜊湯在 薑絲到蛤蜊湯裡面 他都不吃 所以後來就是摺其半 就是用那個絲瓜 然後絲瓜多放一點的甜味 去壓過薑的 比較辛辣的味道 但是問題是 絲瓜裡面有加薑 跟沒加薑其實差滿多的耶 可是對於小朋友來講 我只是想要壓薑的辛辣味 對… 但是對於大人來說 其實有那個薑的味道 其實比較香 對 所以也是要轉大人以後 才會喜歡吃什麼 你們家煮薑的料理嗎 我們家 其實幾乎什麼東西都會放薑 炒飯也會放薑 炒飯放薑也太詭異了吧 你一定要放一點薑 其它是香味 幾乎所有的料理 炒菠菜也會放薑 什麼都會放一點薑 煮湯也會放薑 但是小朋友他其實並不知道 裡面有這麼多薑 我覺得 你是偷偷加就對了 偷偷加或者是把它加的 給他的幾少量 對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吃一點點薑 要活絡他的那個 身體的那個熱能這樣子 對 從小就要活絡熱能就對 重點是你有沒有發現 台灣很多料理裡面 譬如說我們去吃小籠包 一定會切薑絲嘛 薑絲 對啊 小籠包一定要會薑絲 然後黑白切 你說如果沒有薑絲 一定要薑絲 但是呢 你在市面上吃到的薑 你知道嗎 其實不是每個薑 吃起來都很安全喔 有可能吃到不安全的薑喔 吃小籠湯包 少不了加點薑絲提味 或者是客家菜薑絲炒大腸 少了薑絲就是少了一味 但小心 顏色太白 反而有炸 雲林衛生局 到西螺果菜市場抽茶 鎖定賣生薑的攤位 因為這一些薑 用了過量的二氧化硫 其中十一件生薑絲超過一半 有六件二氧化硫 超標四十倍 藥商說可以用啊 這個怎麼 我說你們要給我們拔起來 要不要怎麼牽 採犯業者看到 雞茶人原來臉都綠了 事實上正常的生薑顏色 本來就會偏黃 但不向業者添加二氧化硫漂白 不僅顏色漂亮 但還有刺鼻氣味 為了讓生薑賣向好 不會變黑 不會變軟 竟然超量食用四十倍 用二氧化硫的話 那麼它就會飽色 然後飽食 它比較放得久 比較不會腐爛 假使長期食用 不但容易引發過敏氣喘 頭痛噁心 嚴重還會誘發痴呆症 醫生提醒回家料理前 最好先浸泡清水三十分鐘 再食用比較安全 我看到這則新聞我嚇死 因為我是非常愛吃薑的人 而且你去黑白切那個 我都一定跟他要說 大量薑絲 拜託給我大量薑絲 而且那種大量 它都會泡在一個很像是水裡面 看起來是白白的 原來有可能是有加藥劑的 那到底要怎麼去判斷 因為如果你有在煮薑的料理 其實你知道薑容易壞掉 其實是如果泡在水裡面 其實它也很容易壞掉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如果說真的外面 如果它泡在二氧化流 二氧化流其實有時候 它是看不出來 因為它是透明白色的 但是有一些藥劑 其實你聞它 搞不好會有一些刺鼻味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看它覺得說 這個怎麼可以放這麼久 那事實上也就不要買了 問題是黑白切的那種攤販 我們哪知道它放多久 我們都以為那是新鮮的 但是唯一就是說 如果顏色過於白到有點誇張的 那其實用顏色來判斷 也是一個方法 而且有些真的是統一白 統一白 就是你看隔壁桌子 跟你的怎麼會都一樣白 對 有一個色號 再怎麼樣都應該會有一兩根 會比較黃 對 它沒有它全部都是白 所以那種統一白的 就是必須要小心一點 不過提到吃薑 其實我們都常說什麼 中醫師叫我們用薑 來泡腳什麼的薑 然後可以活絡血液 要吃薑又對身體很好 尤其是冬天 到底薑有哪些營養成分 其實薑裡面 因為我們吃它不是會有辣辣的嗎 它就是薑辣素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多酚 就是所謂的薑酚 薑醇 那這些都是抗氧化 那剛剛提到那個泡澡 那其實有一些研究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些運動的貼布 它都是有那種薑的那種辣味的那種 那事實上薑辣素 確實可以抑制初期的一些發炎反應 所以包括如果你把新鮮的薑 吃進去之後 像有些冬天比較容易 前面有些初期的感冒 或是說有一些上呼吸道流鼻涕 有一點小小的 比如說有這樣喉嚨KK這樣 其實這確實可以喝一點薑汁 或是用一點薑來入菜 是嗎 可是什麼老一輩人說什麼 你咳嗽的時候不能吃薑母鴨會吸起來 那個是在後期 比如說你在感冒了中期之後 開始有一些黃的痰 或是說你咳嗽其實已經有一點 咳不太出來 在發炎的情況之下 中醫的理論是說那時候 就不要吃薑了 就不要刺激它 對 但是營養學理論其實薑 它在所有抗氧化的辛香料裡面 它排行第一名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抑制病毒的 所以初期的感冒 我們建議其實可以喝一點 用老薑泡的一些薑茶 或是像日本很流行 所謂的薑汁紅茶 他們把它當成是一個養生 然後可以女生喝了之後 可以手腳溫暖 對 那對小朋友來講 薑有什麼好處 如果你們倆會夠厲害的話 其實薑呢可以把它入菜之後呢 薑呢可以把它入菜之後呢 它其實可以刺激小朋友的食慾 真的嗎 對 所以 刺激小朋友的食慾 小朋友看到那個就食慾全消啊 真的喔 它其實是可以刺激食慾 他們發現說薑其實有一點 讓它開胃的感覺 這真是我聽到最大膽的一句話 大膽極致 那個伊莉講的絕對不是大膽 它一定有科學有根據的 它其實刺激食慾 還有就是說 薑有時候用在那個女生 如果說它有時候會暈車 或是孕婦有沒有 對 它不是會噁心嘔吐的時候 你懷孕的時候可以吃薑片 吃一點點的薑片可以止吐 真的啊 我有聽過這樣講 不過像我們家 如果感冒初期的時候 我們會煮蔥白跟薑末的白粥 這個我有聽過 就是白粥跟蔥白 加上你喝就會冒汗 然後你很快就可以好了 了解 不過其實薑有分很多種 有什麼市面上什麼嫩薑 老薑 生薑 什麼乾薑 又有薑黃的 對 到底怎麼分呢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大概種植四個月左右的 那個薑大概就是 我們稱為嫩薑的部分 那嫩薑其實就比較白 可是這個其實也算是新鮮的薑 粉薑 就是我們在講六個月左右的 還是算新的 新鮮的 那這一種其實也適合 像剛剛儀佩講到 那種小籠包 對 然後或者是說 現在滿厲害 有些人把那個薑切一切 把它融入在水餃裡面 包在肉裡面 對 那其實有發現 那個其實也可以抑制 那個薑的辣味 了解 那像這個女生喜歡吃的 其實就是像那個 薑母茶什麼的 就是有點像薑母茶 老薑或是薑母鴨的用的這一種 老薑會怎樣 你知道那個皮會皺皺的有沒有 皺皺的 然後而且 而且老薑的味道會很辛辣 對 就是它的味道是辛辣 那辛辣是什麼意思 代表它裡面的薑辣素的成分 是越高 薑是越老越好 但是因為 新鮮的嫩薑其實我們做料理 或是做那個切料其實也很好 什麼是小薑嗎 它非常營養 它不是薑 但是它是薑黃 就是我們一般在講的 薑黃粉那種薑黃 像有些印度或是東南亞 它做那個咖哩有沒有 然後它裡面它其實它顏色是黃的 真的耶 不是 我以為薑黃粉是薑去弄黃黃的 它味道好臭 不是 妳以為是染色 它應該是這種顏色 就是像這種顏色 是地瓜色 而且你聞它的味道 就薑黃粉的味道 超濃的 所以它其實是薑黃素 然後薑黃素其實它是護乾的 對 而且你聞它有一點像是精油的味道 對 好香喔 這個東西就是可以把它磨成粉 然後做成咖哩飯 它可以直接這樣吃嗎 也是可以 對 它也是可以切片 可是它會有一點苦苦我覺得 其實之前 沒有… 之前薑黃粉被擦出來 就是有一些中金屬 所以後來我們就鼓勵 真的可以買這種原始的薑黃 然後切成片 然後去做咖哩 問題是原始的薑黃不好買吧 可以 菜市場都有 菜市場都有了 因為有一陣子被炒熱起來 現在傳統市場週日週六的時候 比較有人在擺開賣的 那像這樣子的薑黃 它需不需要去皮啊 也是要去 也是要去皮 這麼小一顆去皮就沒有了 所以今天就是要挑戰 用小朋友通常不太敢接受的薑 要來入菜 小可你要端出什麼料理 你夠膽的話 我就端出生薑撒西米 你夠膽就端出這樣 我看小朋友要不要吃 沒有 你就半步我 然後用生薑撒西米 我今天要帶來的這個 這算OK吧 薑燒小肉餅兒 我知道 妳就用那個上面的醬汁 去蓋掉薑味 對 但是我的肉餅裡面 有放一點點的薑 一點點我覺得應該還好 跟妳騙過 薑泥 就是其實可以去肉餅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對於肉來講 其實它反而可以 讓肉汁變甜 對 我是覺得做肉餅很棒 因為做肉餅通常就是 料理技術不是夠高 你不需要給我肯定 肉圓你也不需要 你不需要給我肯定 你不要給我肯定 你不要給我肯定 不太過分了 就是我不要煮食了 你還放飯糰 不是 我想至少 要跟大家交流一下廚藝 對不對 我們介紹這個薑汁肉 你可以跟我們交流廚藝 沒有 我沒有跟你交流廚藝 介紹個薑汁肉片 燒肉蒜 然後我想說 教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野餐 對啊 其實你做個免捏 因為大家做飯糰覺得很煩 都要捏捏去 會用那個壽司捲去捲它 對 我覺得大家完全不用壽司捲 用手稍微把它拼到 折一下就可以了 好 今天除了兩位藝人來PK之外 我們還有四位小小美食家 同時也是我們的小幫手 要來介紹一下 RIDER 帥 Coco 太漂亮了 Gaven Oh my God 以及Audrey 好 四位小朋友都超活潑的 好 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首先是小可要先登場了 因為我怕說Jacko哥一做完之後 小可就會說她要叫計程車回家 已經叫好了 已經叫好了 好 小可今天要幫我們做的是 薑燒小肉餅 是 有準備什麼食材呢 豬絞肉220克 蔥兩汁 醬油一大匙 酒一大匙 薑泥一大匙 太白粉二分之一大匙 砂糖二分之一大匙 鹽四分之一小匙 還有胡椒粉少許 感覺就是要做 餃子的一個配料 它其實就是做一個傳統 我們一般人在做年菜 會做的獅子頭 只是把它縮小成小朋友版的 而且偷偷在裡面加薑 對 一點點的薑 你去提那個豬絞肉的甜味 了解 是 一個公主 一個王子 王子你可以幫我拿豬絞肉嗎 你知道豬絞肉長什麼樣子嗎 應該知道 然後我要請我的小公主 幫我拿薑跟蔥 薑跟蔥喔 對 嫩薑跟蔥 加油 加油 出發 薑跟蔥 對 薑 薑就是長它的原本的樣子 蔥就是長它原本的樣子 結婚加油 好 再看看每一個都看一看 小心喔 王子 一熊就美 蔥呢 王子你好厲害喔 好 王子 你是什麼王子啊 青蛙王子 還是Triple W Triple W 好 謝謝 蔥有了 蔥 然後今天的豬絞肉 豬絞肉 薑 還有薑 薑 好 把車放回去 謝謝妳 小心喔 就很簡單 我們先把蔥跟薑呢 都洗淨之後呢 很簡單跟那個醬油耶 等會兒我們就全部把它 放在肉裡面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 先處理喔 好 然後你看那個 一輩子的手上長長的蔥 就變成這樣 有沒有像我身上的顏色 它就叫蔥 它就是蔥 好 現在呢 我們把豬絞肉打開 嗯 豬絞肉的比例 必須要肥肉稍微多一點點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加一點點的鹽巴 是 然後一點點的胡椒粉 喔 對 了解 然後再加薑 薑 然後我盡量挑就是纖維 不要太多的 對 因為小朋友的時候 吃它也是會 他們真的很厲害 他們的口腔真的很強 對 不知道裡面是放什麼東西 不喜歡的東西 他們一下就調出來了 對 然後蔥呢 進去 看起來有點多 但是其實它在裡面肉抓一抓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多了 然後加一點點的 米酒嗎 米酒 一點點就好了喔 這切蔥的人實在是太厲害 切好細喔 米酒啊 就是酒 喝了會這樣 就是菜 菜吃 菜喝的酒 然後我們就稍微的抓一下 然後再試一下 顏色 我們也稍微要加一點點的醬油 好 加一點醬油 對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妳叫我停 我就停喔 OK 好險喔 保證嗎 對啊 但是到明天都不會停 然後我們就稍微抓 然後抓了之後呢 我們就稍微要甩它 喔 我覺得顏色好像不夠 謝謝 一點點的醬油 因為我們還要再 真的嗎 先甩出一點點的筋之後 然後再上一點點 因為待會兒我們還要做那個 蔥燒的那個醬汁 對 所以醬汁其實也會在裡面 所以妳醬汁裡面 也會加一點點薑是吧 也會加薑 也會加薑 薑泥 我覺得小朋友如果從小 真的可以適應薑的話 我覺得小朋友如果從小 真的可以適應薑的話 因為它相對它的免疫力 真的會比較好 對 會比較不容易感冒 是 好 就稍微再加一點 慢慢的抓它 因為太濕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 肉那個筋性會甩不出來 對 對 大概甩個七七四十九天 那你們慢慢錄我 是甩肉 還是我們沒有先甩好的 不行要甩好 好啦 反正就是甩了 差不多妳看它筋性 因為它會越甩越黏 對 然後在這個碗上面會 沒有辦法就是出現這些 肉末的時候 妳就覺得它筋性已經甩出來了 這時候就可以稍微 戳出這樣的小球 對 小可妳不要放棄自己 妳上次來明明就做得好好的 我現在做不好嗎 不是 妳現在做得很好啊 可是妳就會一副成仙 想要放棄自己 妳不能因為對手是Jacko 妳就是這樣 加油 親家姐姐 加油 妳就這樣 人家出過兩本書耶 不好意思 我出五本了 五本書 我孩子也只剩三個而已 好 差不多要甩出筋性了 對 甩出筋性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搓成一球一球的 好 那就稍微搓成一球一球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盤子上面 然後就調那個醬汁去煎 對 肉已經甩出來了 對 那現在小可 幫我們調一下醬汁 好 醬汁的部分就很簡單 就是一匙的醬油 醬油 然後酒一大匙 然後加上兩大匙的水分 我幫妳拿這個好了 謝謝 兩大匙的水分 好 然後糖是大概二分之一 其實糖就看個人比例 對 看個人 而且因為小朋友的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 稍微甜一點點其實無法 對 然後再來就是鹽巴 可以稍微加一點點 因為其實醬油了嘛 因為醬油還滿鹹的 然後最重重點就是 我們這個薑泥 再加一點點 要放進去 其實我覺得 妳確定妳要加那麼多嗎 我覺得可以多加一點點 沒有關係的原因是因為 妳下手很重耶 沒有醬燒出來 這個 好像真的有點多耶 妳不覺得很多嗎 對啊 真的有 但是我真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 因為它會一直濃縮 所以它那個糖的那個 焦糖那個香味會出來 妳這份好像做給我跟伊莉絲 對 我覺得我還滿喜歡這個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耶 因為小朋友的味道 真的會比較偏甜 這個它會真的會比較偏甜 小朋友會用投票來決定啦 對 這個很香 好了 好 好壞道喔 聽到聲音很便宜 然後呢 再來呢 我就是要跟小朋友 做親子互動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 跟小朋友一起玩 你們每個人可以抓一塊 然後放在小可阿姨的手上嗎 好 好 丟在我的手上 好 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哥哥給一點點 停囉 等一下喔 它就是這樣稍微的球一球 對 把它球完之後 稍微的壓平一點點 對 就是一球的這個肉丸子 然後就給它稍微放在裡面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 我們以前在做獅子頭 或是肉 或是那個丸子系列 花枝丸什麼之類的 對 阿姨 小朋友只要玩到那個 就覺得那應該是你們泥土居 這是你們都有參與到的過程 意思是 意思就是待會兒都要吃光光喔 意思是等一下 也要同理嗎 我真的不會做這樣黑心的事情 好了 可以了 好 不要太多 好 那我們四個做完了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待會兒去兩面煎 稍微用大火把 先把外面煎的稍微焦一點點 再用小火去 然後再用倒進這個醬汁去 讓它慢慢的收汁 是 就微 然後味道是稍微收汁之後 對 就變得有點濃稠 有點像醬汁的感覺就可以了 好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有先做了一份 是 我聞到了薑 我就好想吃喔 其實它就是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這道料理 是 我覺得 因為你其實 它其實很用心耶 因為它在那個旁邊 還可以看得到那個薑的纖維 對 就是做出來的纖維 然後呢 你可以在上面灑燒少許的芝麻粒 讓它的顏色看起來 不會那麼的單調 了解 對 好 那小可兒這個薑燒小肉餅 它的營養成分如何 其實你看它這道菜 很適合來搭一個白飯對不對 對啊 因為第一個 就是說通常如果說 在外面吃這種漢堡肉的話 我們會擔心它裡面的成分 可能會加了很多的調味料 但是因為今天小可兒做 它所有的調味料 都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後另外小朋友 其實可以吃一點紅肉 包括牛肉 豬肉或羊肉 都是屬於紅肉類 為什麼呢 因為紅肉裡面 其實含鐵子很豐富 對小朋友的一些行動力 還有腦力來講是有幫助的 了解 所以小朋友其實可以吃一點 但是因為絞肉如果說 家裡 如果說全家一起吃的話 包括有大人的話 事實上我們希望瘦肉 會多一點點 比如說可能是6比4 或是7比3的 瘦肉比較多 那如果是小朋友 就全部都給小朋友吃的話 其實5比5也不錯 因為它主要是來自於 有油脂的這個口感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這道菜 我們再配一碗白飯 然後再加一點生菜沙拉之類 或是再燙一個青菜 其實就很完美了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 一定會喜歡這個 因為小朋友很喜歡肉球類的東西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 幫女生講話 而且小可今天這麼可愛 是一道這麼可愛的肉餅 我那個計程車在外面等我 真的 不行 所以今天小可的 很可愛的薑燒小肉餅已經完成 但是大魔王Jacko哥 會端出什麼料理呢 一起來看 好 接下來是Jacko哥 要為我們做的是 薑汁燒肉免捏御飯團 食材有什麼呢 梅花肉250克 洋蔥1分之1顆 壽司海苔2張 白飯2碗 小黃瓜1分之1條 味醂1大匙 醬油2大匙 清酒3大匙 糖1小匙 以及薑泥5大匙 不是 1.5大匙 薑泥1.5大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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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我發現 你用的食材 其實跟小可差不多耶 不太一樣地方在於 我是肉片 它是絞肉 對 而且不太一樣在於 你是甲級廚師 另外就是說 我這邊要非常簡單 對 因為其實我們做菜到後來 家裡有老婆跟小孩的時候 就希望做菜越簡單越 幹嘛誰家還沒老婆跟小孩 所以說 所以說剛剛我覺得 他在那邊丟半天捏半天 對 不需要做這麼麻煩 真的喔 太累了 所以你是免捏日飯團 免捏日飯團 所以我們這一組叫飯團組好不好 飯團組好不好 飯團組舉手 勝利組舉手 耶 還沒做 這三位 還沒獲勝是不是 對不對 好 拿什麼食材 東西都OK了 對 我們這樣最簡單的 只要調一個醬汁就好了 好 因為待會兒我們就是把洋蔥跟肉片 把它炒香 然後把醬汁淋下去就完成了 好方便 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簡單好不好 好 請他們拿 大家記得這個醬汁 這個醬汁燒肉的醬汁 你要請他們拿食材 對 先拿食材 再來調醬汁 對 對 好 那我們第一 先拿的是RIDER好不好 RIDER妳要幫我拿什麼 等一下 妳要幫我拿什麼 他要拿洋蔥 妳要拿洋蔥是不是 分配好了是不是 妳要洋蔥 洋蔥 然後等一下喔 妳要拿什麼 白飯 白飯還有小黃瓜 好 預備 抽 GO 一起去 沒關係 一起去 洋蔥喔 對 洋蔥 那個刺刺的那個風 對 拿得很好 對 上面 還有什麼 小黃瓜 小黃瓜 妳知道洋蔥什麼嗎 拿一顆就好 洋蔥 下面下面 洋蔥是什麼 一顆洋蔥 下面 對喔 YES 薑沒問題 現在拿回來 我們再用一次 很好很好 因為我們是買小黃瓜 跟洋蔥送薑 了解 很好 好 洋蔥 好 小黃瓜 白飯 最後 送薑好不好 對大家 而且今天本來就是做薑的料理 拿得很好 來 Give me five YES Shredder YES 我們獲勝了 還沒啊 要趕快做 看一下我們缺少什麼 妳知道我們缺少什麼嗎 不知道 我們缺少一個獎牌 掛這邊好不好 獎牌 冠軍 還沒必要 對啊 不要那麼囂張 小黃瓜 醬汁 只有我們醬汁 只要記得一二三 一二三是什麼 一 味靈 一大匙 一二三是不是 二 醬油兩大匙 好簡單喔 一二三 所以零一大匙 清酒或是米酒都可以 清酒 三大匙 一二三 清酒可以加五大匙 可以 但是妳的薑汁就變 味道比較少 了解 因為糖一小匙 糖一小匙 進去 好 然後 薑泥 1.5大匙 這是一大匙 1.5大匙 叮咚 好的 來 兩位來幫我攪拌攪拌好不好 拌一拌 小心拌喔 桃口先拌 拌左圈五圈 這樣喔 好 很好 再來就Rider 兩個一起拌 沒問題 好 在他們拌的同時 這把它拌均勻就可以 拌得很好 非常好 慢慢拌 繼續拌沒關係 好 那我講解一下 這個薑汁肉片怎麼做呢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洋蔥跟肉而已 好 那洋蔥的話 就看妳想要吃 如果說妳想要吃比較軟嫩的話 這是它的紋路對不對 對 妳想吃軟嫩就是 這樣斷它的筋 真的啊 這樣它會比較容易 味道會比較容易做 我一直以為說 洋蔥要斷它的筋 原因是因為可以讓香氣跑出來 第一個香氣跑 第二個它會比較容易快軟嫩 所以妳就是跟它的紋路 垂直90度切 對 破壞它這樣子 像我們有時候大人喜歡吃洋蔥 是比較有嚼勁 脆脆的 那你就順著它的紋路去 了解 對 那我們今天做小朋友 我們就逆它的紋路切好了 原來是這樣 這樣子的洋蔥 它味道也比較容易出來 好 OK 厲害 那這做得很簡單 這醬汁你調好以後 我們就只給大家看一下怎麼做 對 好 第一個肉片 我們就用一些油 把洋蔥把它炒香 炒香了以後 我們就把肉片也放進去 是 肉片放進去以後也開始炒香它 對 讓肉的變色 讓肉變色以後 就把剛剛調的醬汁呢 先淋一半進去 淋一半 慢慢的把這個醬汁 醬汁 薑泥 醬油 味醂糖的味道 煮到肉片裡面去 了解 慢慢煮它會收汁 是 收汁差不多以後 你再把另外一半放進去 然後把洋蔥也把它煮軟掉 是 把洋蔥甜味煮到這個湯汁裡面去 所以這個醬汁裡面 除了有味醂跟糖的甜味 還會有洋蔥本身的甜味在裡面 我覺得你好會講 你光是用形容的 我就好餓 好像給我來兩碗白飯 那最後燒出來會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那個薑汁燒肉 不管去做米漢堡啦 配飯吃或是拌麵 都非常適合 而且隔夜它會更好吃 對 會更入味 會更入味 今天我們教大家來做一個 綿捏的飯糰 今天我們教大家來做一個 綿捏的飯糰 做野菜都非常適合 綿捏飯糰 爸爸媽媽可以學起來 因為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種 這是需要海苔片 是的 我們現在要做飯糰 我覺得很簡單 好不好 你要不要看 這邊是內面 所以你把內面朝上這樣子 然後我們需要點飯 我們就把這個飯 如果說你有飯勺 但最好不然有戴手套 對 你把它鋪到飯糰 稍微的 重點是你的飯 你的海苔要是菱形的 你的飯糰要是長方形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飯的方法 是 這樣子OK 是 鏡頭看到嗎 它海苔是菱形的 然後飯是長方形的 好 然後我們放一點這個 我們做好的這個 薑汁肉皮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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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吃喔這個 對 好 放上來 這個不輸給外面那個米漢包 這個外道非常好 對 Jacko請問一下你 為什麼你炒那麼少呢 其實我會炒難大分 我已經先做了 製作單位吃掉了 製作單位吃掉了 剛剛已經有人要吃這個 我說不行不行 我們待會兒再用 對啊 這個看了誰不想吃啊 那Jacko哥 你的那個小黃瓜是要用什麼的 對 小黃瓜我們要把它切片 但是我今天帶了 切小黃瓜的利器 就是零廚藝的人用的 非常方便 什麼叫零廚藝 就是說你對切刀工 覺得很麻煩 可以用這個東西 而且重點是一開始 大家如果刀工不好 那小黃瓜一定會切得 就是太厚 對 太厚 那你要包在飯糰裡 感覺要薄薄 因為我們要又薄又長 然後每一片都要一致 所以說我們用這種削的特別方便 是 你只要把小黃瓜先切成這樣 切一半就好了 對 然後利用這個削片器像這樣 對 它每一片都一樣 這樣直接削進去 這也太快了吧 好 這樣子OK了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每一片都一樣 真的耶 對 這一招 OK 好 真的都OK 好薄喔 很薄耶 所以說這個切 我覺得這個 對一個 因為我剛開始做料理的時候 我覺得刀工有時候顯得很麻煩 對 切東西用這個切每一次都一致的 而且切完之後 你還可以敷臉對不對 今天是我用小黃瓜 你覺得很簡單 可是有時候你切番茄 你就覺得番茄麻煩 麻煩 番茄啪... 也不會破掉 也不會爛掉 每一片都跟那個 外面買個漢堡裡面的番茄是一樣 真的 超方便 接下來黃瓜把它鋪上去 好 不管這黃瓜 你要用黃瓜或美生菜 什麼都可以 我只是習慣用黃瓜 你在這裡面的配料 你可以放黃瓜 你可以放蛋 你可以放任何東西 對 就是你前一天吃剩的菜也可以疊上去 對 好 這樣子 再把飯放上去就OK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 我們要把它組合起來了 折起來 是 好厲害喔 像包那個 可是像包東西一樣 對 把它包起來 隨便把它折起來就好了 所以其實隨便折就OK了吧 隨便折 你包一下子 你這個飯的熱氣 那個醬汁會滲出來 你的飯的熱氣跟那個醬汁呢 都會讓這海苔變更黏 你翻個身 然後這樣 稍微把它做整形一下 稍微往下 好像壓一點點 好 在家裡有時間的時候 像這種凸起來的地方 對不對 你有手套你可以沾點這個醬汁 然後把它塗一點 然後讓它黏上去 是 在家裡的話 你可以稍微等它一下子 就讓它這個濕潤感呢 有點這個透濕的感覺 讓整個海苔變軟一點點 了解 再切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好 接下來呢 那我們直接把它切下去 在家裡的話 你等久一點再切 它效果會更好 是 直接這樣切下去 好的 好 那這樣子我們 我們去這個野餐的飯糰就完成了 太好了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捏 太好了 直接就是 所以我種飯糰 你要放的時候 你不能放在飯盒裡面 這樣它就比較容易定型 對啊 那你出門的時候 今天我們是用燒肉 好美喔 你可以用蛋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用飯 你吃剩的義大利麵 也可以這樣包起來 是 你吃剩的炒飯也可以這樣包起來 任何東西都可以把它包起來 所以這 等於算是有一種 清冰箱料理的感覺 對… 像我們家吃剩的東西 你只要跟飯和在一起 或跟炒飯或炒麵 包起來把它切開來 就是一個飯糰 我好餓 我好餓 給我飯糰 我們完成了 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伊伊幫我們補充一下 因為Jacko哥這一道 還有用到小黃瓜對不對 這個營養成分如何 其實這一道 真的是叫做 元氣浴飯糰 元氣浴飯糰 因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裡面用的豬肉 對 我們在講說豬肉裡面 它除了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鐵質膏之外 它維生素B1還滿高的 它會提振我們的精神 所以這個吃完之後 小朋友會元氣滿滿的 而且另外就是它用了蔬菜 它其實用了三種蔬菜 大家比較不曉得 應該是洋蔥 洋蔥 然後小黃瓜 然後還有海苔 還有四種 我少算的一種 還有就是剛剛的薑 薑算是蔬菜嗎 也是蔬菜類的 辛香料的蔬菜 所以讓小朋友吃到 四種不一樣顏色的蔬菜 然後這個很適合就是 到時候就帶出去的時候 其實這個冷冷吃 應該也滿好吃的 尤其薑汁燒肉 是最適合隔夜的 是 這是非常適合 做怎麼樣料都OK 促進小朋友吃 因為它剛剛薑汁其實 他把它弄在那個醬料裡面 所以小朋友一定會胃口大開 對 而且你要想說 這個嚴格講起來 其實Jacko跟今天小可做的東西 搭配起來是都滿香 因為他們都用豬肉跟薑 然後都有醬下去弄 所以我不曉得 我現在真的很難猜 到底小朋友會買誰的單 我知道妳現在講話 原因是因為我們剛剛料理時間 因為我們太簡便了 所以料理時間比較短一點點 沒有 我剩下多一點的時間 我想講一下得獎感言 不要啦 我想說他其實是 你是不是得獎了之後 再講好不好 妳可以快點 對啊 快點 好 今天小可端出的料理是 薑燒小肉餅 要來PK的是 Jacko哥的薑汁燒肉免捏飯糰 到底小朋友會買誰的單呢 馬上揭曉囉 好的 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評審時間了 為了公平起見 趁著小朋友不要吃了 Jacko哥吃完了之後呢 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 所以我們就先吃小可的好了 小碗一點的先吃 先吃小碗的 因為Jacko哥那個飯糰是比較大 你怕他們吃完之後就飽了 就飽了 怎麼了 你不需要這個 不行 為什麼 用倒的 好 你用倒的 好 吃完了 獅子 寶姐姐覺得好吃嗎 真的嗎 我做的耶 真的 好 那那個Coco呢 你吃掉了嗎 全部吃掉 全部吃掉了 OK嗎 好吃嗎 謝謝 謝謝 好 Rider呢 還沒 還沒吃完 你要不要再吃一口 慢慢吃 OK 沒關係Rider不用全部吃完 你吃完了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 超超超好吃 他說超超超好吃 謝謝 Cavin 沒關係 日行一散 什麼 日行一散 但是小可是長得很可愛 然後他做出來的料理 也很小小可愛的 媽媽風味啦 對 媽媽風味 但是真正要對決的是大魔王 Jacko哥 因為他可以說是 是廚師等級不一樣的 廚師等級的 好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小朋友在吃的是 不要忘記了 我們是拿出實力來的 實力派 VS 可愛派 VS 小黃瓜真的太深了 Oh my God 什麼太深 小黃瓜要生的小黃瓜 就是要給小朋友吃小黃瓜 小朋友其實不喜歡吃小黃瓜 土味 所以今天我是挑戰兩樣東西 一個是醬 他們全部都吃完了 餓了 你們很棒 非常好 飯會太乾 不會 而且 而且 重點是製作單位 是不是做了一個錯的民調 說什麼小朋友不喜歡吃薑 他們都吃得很好 Audrey You are so nice 很漂亮 慢慢吃 慢慢吃 我真的覺得我講話好像川普 Coco you good 我覺得是你們兩個 真的把薑唱得很好 我們都做得很好對不對 對 都做得很好 但今天只有一個聖靈套 能夠帶金牌 一個 知道 好囉 Gaven你先來幫我投票好了 好 投票之前呢 當然我們要有一點懸念 我們請依依來幫我們預測一下 好 這兩位其實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因為薑確實 小朋友真的不太愛 對 但是因為他們用了醬汁 跟肉裡面的油脂的香氣 把這個薑味把它去掉 對 所以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吃到薑的營養 又可以吃到肉的香氣 那我個人覺得啦 我真的很難偷耶 其實真的不需要 沒有關係 其實兩個應該都很好吃吧 但是我覺得小可的那個肉 那個小肉餅很好吃 它那個味道很進去 對 然後如果是大魔王的 我覺得 如果你的小黃瓜 稍微再有一點點味道的話 是 可能 我以大人的口感來講的話 我覺得 如果小朋友吃到生的 有可能會覺得 有可能 那個味道上有一點 我今天會不會 拿石頭砸自己嚼 不要小蛋小黃瓜 但是我覺得 小可的是整個 整個就是在吃肉的感覺 然後她的肉餅 其實小朋友我覺得她很愛 會不會小可 妳今天用可愛派 就打敗了實力派 今天如果我先講 今天如果我輸了這一場的話 怎樣 我如果輸了這一場的話 我就不出第六本 直接讓妳輸了 不要亂講 不要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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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出第七本 不要 不要 好 到底今天可愛派跟實力派 誰會獲勝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那個是飯糰 然後這個是肉餅 好 請投票 到底今天可愛派跟實力派 誰會獲勝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那個是飯糰 然後這個是肉餅 好 請投票 好 請投票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小朋友被她太感動了 你知道嗎 好像投給她 有一個爆爆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 請投票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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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小朋友被她太感動了 你知道嗎 好像投給她 就會有一個爆爆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開心喔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Coco Coco 我知道 妳知道喔 好 Coco 小心 公主小心 她現在是太厚了吧 Coco 好 不要 不要 不要給小朋友要 對 對 不行 好 Coco Coco妳想好了嗎 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的是小肉餅 然後左邊的是飯糰 可以嗎 好 請投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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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不要 不會吧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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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錄影 幹嘛停止錄影 我現在宣布 Rider一個人可以投3票 Rider 投3票 Rider 來 不要跟他講要投誰 不行 Rider Rider 你來 宜佳姐在這裡 宜佳姐要跟你講喔 等一下 不要影響他 你投你自己喜歡的 好不好 別人跟你講什麼都不要 都不要 不要相信別人 你看看誰跟你講什麼都不要 你哪一個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的是小肉餅 然後左邊的是飯糰 飯糰你知道嗎 裡面有小黃瓜那個飯糰 你不定嗎 太想起我 太想起我 什麼意思 不然他講也是實話 對 不是因為 因為我怕小朋友分辨不出來 Rider 沒有問題 Rider 你自己選擇要偷生嗎 你決定了嗎 你決定了嗎 OK的 不要看他 依佳姐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投票 好 Rider藝人第三秒 所以今天停手 哪有這種事啊 好 還是很投手很棒 你有一票不錯 等一下Rider Rider過來過來 我也要抱抱你好不好 剛剛姐姐對我抱那麼多人 對啊 只有你投給我 是 這兩位請問一下抱多久 這位給我們抱我 對 好 Rider剛剛還有拍我背 還是要抱 但但我問一下 Rider為什麼你投給那個肉餅 很多 很多 抽口 很多 等一下 我這麼看好你 對 請問一下為什麼沒有投給那個飯糰 是因為小黃瓜嗎 因為我覺得那個肉有一點硬 喔 你說那個炒的 那個飯糰裡面的肉有點硬嗎 好 那你為什麼沒有 你為什麼沒有投那個 好 算了 我最緊張 反正他就是想要投那個 不過有可能 因為我在炒那個時候 今天我們肉片用的是 比較厚一點的肉 小朋友可能會咬不開吧 會不會 因為它是一整片的肉 因為絞肉針對手會來講 比較好肉 絞肉是有那個 我希望我的出版社 沒有在看這一集 MG 第六本我可以出 我們出第六本 第七本 直接出第七本 天啊 我沒有辦法想像 今天小可竟然會贏 所以我們在這邊正式宣布 小可可愛派 獲勝 重新驗票 重新驗票 快點 沒有驗票 沒有驗票 如果大家喜歡了 有喜歡吃了 就請享用啦 不過 重點是其實 我們其實是很殘忍 因為我們比小朋友 一定要二選 但其實小朋友說 其實都很好吃 但你的肉 真的要弄軟一點喔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今天見囉 拜拜